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那我们开始我们的后面的内容 我们后面是Windows Windows呢 这个东西 首先我们说它要简单的多 或者说 应该这么说 应该是我们讲的比较简单 那Windows不是课程的重点 我们讲它的主要目的是 讲这些不同的概念和原理 然后呢 顺便的我们对Windows有一个初步认识 所以这个东西可能也不算太难 那各位 安装都没啥说了 没啥说了 这东西也没什么好说的 OK 只是 我说的是 首先你们要能分清楚什么 Windows的服务器板和个儿门 服务器板指的是 Windows的Servor门门 那你们能够接触到的应该是从2003开始 OK 那其实之前还有2000 还有NT OK 那更多了 那你们应该接触到的 是从2003到现在应该是2008 那么 各位 它和个儿门最大的区别在意 我说啥 这东西是可以安装服务的 对吧 而那个什么 个儿门呢 其实不是完全服务 而是有部分的服务 比如说像IS 能够在个儿门安装 但是绝大多数的服务程序 在个儿门里是500元 它就根本没有这个组件 明白 那只要在服务器板门当中才有 听到吗 那今天 我这会儿还得真的想起来一件事 我想起来一件事 我还必须得用 必须得用那个时候来上课 托移 因为 我们 这个 我不能 那个 在 Windows的插势里 再装一个虚拟机 去跑Windows的420 你明白的说什么 因为 Windows的压力要远大于Linux 我们之前是在插势里 装了一个虚拟机 跑这个 跑的是Linux 对吧 那还凑合是吧 最基本上还能跑 这个跑不了 对吧 所以我们 这一张的内容 我们先看一下它基本的东西 然后呢 我们需要有几个 你们每个人都需要装一个 4208的虚拟机 OK 那么那个光盘都给了 是吧 那个东西都很简单 跟装个人码没什么区别 对吧 好 但是呢 我们在商科里也演示的 对吧 所以我得去找某些东西 那我们先看看安装吧 那么各位 Windows安装的时候 它也和Windows一样 有多个版本可以选择 比如说 有标准版 企业版 企业版 数据中心 还有外部版等等 那么我们一般用的都是什么 企业版 这个东西是全功能版的 里面的内容一般都存在 对吧 所有东西都需求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就是安装的时候 可以选择的 对吧 我们一般选的是完全装 好了 这个东西 Windows当中呢 有这样一个概念 叫做工作组 工作组 什么叫工作组 所有人都要加入 所有人都要加进去 这样的话 才可以正常使用 明白吗 但是 但是 各位 这里呢 这里呢 是区分 Windows一个重要的概念 里面的地方 叫做 域 叫做Windows的域 叫做Windows的域 那么 域呢 是Windows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管理概念 而且 它也是非常复杂的东西 各位 如果我们要讲域 如果我们要讲域的话 域 如果我们要讲域 哪怕是讲简单介绍 我们大概也一个礼拜的时间 也讲不到Windows Windows当中牵扯一个域管理 那 各位 Windows我们只是一个简单了解 所以域我们不再介绍 那我先说一下 什么是域 它的作用是什么 比如说这样 咱我们的 我们每年都是Windows 那如果我想要登陆你的计算机 那我需要干嘛 我想要登陆你的正常访问你的计算机 我要干嘛 我是不是需要在带你的计算机当中创建一个账号 那各位 那我们就说 最基本的这个东西 你想 我如果有这样千台服务器 都是Windows 那 我是不是要在每台服务器当中都去创建账号 各位 对不对 有人说账号可能是默认的 就叫我容易去吹它 可以吗 可以吧 没问题 但是你要生密码吗 要吧 Windows没有密码可以登陆吗 可以吗 可别 Windows没有密码可以登陆吗 可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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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牢牢记住啊 所有的需要密码的设备 在没有密码的情况下 都不允许远程东路 能听到我的说什么 啥意思 没有密码能登吗 对服务器观众来讲 登不了 原因很简单 你没有密码它就怎么办 它就不允许远程东路 只能干嘛 在这地方 那我问你 你的服务器放在本地吗 你去想这个事 听到了吗 服务器的班数都是放在人籍的地方吗 所以我问你 需要设计密码吗 其实我说 就跟我们设计 就是说清加用户的概念 你既然要设计密码 那是不是相当于欠入用户 那麻烦吗 你想 你要有2000台服务器 你是不是要给2000台服务器 同时来签密码 明白 那其实 Linux也是这样 Linux也是同样的需要 我们后来 基本上 我们没有用到这个 Linux的这个 集中管理服务 这个集中管理用户的服务 N-I-S 在Linux当中 这个东西叫 N-I-S 但是 我说实话 欲要远比N-I-S要复杂了 它呢 首先 它的最基本的作用是 我这里做一台欲控制器 关注我们整个欲 OK 欲可以在一个局域网内 也可以不在一个局域网 无所谓 你只要把它加到这个欲控制器 能听不懂 你就可以想象成什么 KQ群 啊 KQ群 你们是不是可以在腾讯上去吗 也可以不在吧 我是不是只要创建出来之后 你加上来就可以 能听不懂 只要网是通的 你能找到我这个群 各位 它和KQ群还不太一样 为什么 你的KQ群的信息是保存在腾讯的服务器上 OK 而我们的欲信息呢 是保存在我这台欲控上 我是一台主控制器 明白吗 你们所有的人 只要能够连接到我这台主控制器当中 只要能够我这台网是通的 就能加到我这台欲控制器 明白吗 那加进来之后有什么好处 各位 我是不是就是群主 那我的这个权限远比群主要大得多 啥意思 我可以给我们所有育成员设计一个通讯的帐号 比如说 我在我这三个潜在一个应用户密码 拿到你们每个的电脑里都可以制造动物 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其次 我可以控制你们每个人的访问策略 比如说 我可以设定一些安全策略 比如说 收缩几次密码之后 就不允许你再尝试 Windows有这样的 继续吧 个人版可能没有 不太明显 服务器版有 能听到 一般是三到五次 一般都很熟悯的 那我只要在我这上的设设计 你们所有人都要追求 能听到 那也就是说 我通过预控制器 是不是可以方便的管理我们整个预 能听到 那再来 这是Windows一个 这个 怎么说了 服务器集群管理的一个最核心的东西 这就是这个东西 但是 我说 Windows服务器现在是一个很少见 我们如果是个人的电脑 有必要去搭这么复杂的东西吗 其实我说 我见过有些公司 我见过有些公司 在个人的办公电脑里 直接做了这样的东西 但是我想说 首先 他们做这个东西的原因是 这个公司的技术人员 技术管理者 他干嘛 他对Windows是更加出现 他觉得Windows这个东西更好 可以方便的来管理 能听到 但是我想说 这种东西 其实完全不是给局域王 个人计算的运动 虽然加入上之后 有很多好处 但是 会带来也会相对的 带来很多问题 但最起码 普通用户想要加入浴 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它加起来很麻烦 它基本上都不会 需要有专门的人员 是来手工玩家 很麻烦 所以 各位 这种东西 主要还是针对服务器管理 作为内网办公的情况下 不常见 OK 还有 Windows服务器 我说现在是基本上很少见 其实也不能说完全没有 OK 但是 最起码我们学习的方向 不是Windows方向 能听到吗 所以呢 这个东西 我们做一个简单了解就可以了 OK 其实 你要加入域 或者是创建域控制器 都不满 插屁不行 插屁我说是啥 插屁是个人办法 嗯 它能加入域 但是呢 它能做成域控制器吗 不行 只有服务器板才可以 听懂吗 那要加入域 很简单怎么做 在这里的时候 解析更改 啊 然后呢 在这里出域的名字 只要你能正确访问到这个域 它就可以加入去 当然是要经过域控制器官 里面通议 能听到我说是吗 很简单 有问题 但是啊 各位 你们小心啊 没有出事情况的情况下 或者说 你找不到域的情况下 或者说 跟着办公情况下 不要下去那样 啊 啊 而且还挺讨厌的 是吧 你能从工作组状态升级到域状态 但是你不能从域状态 退回到工作组状态 除非你死了 那就说 这事儿改重装系统才可以 所以这样 各位 一般个人建议不会用这个东西 一般都是工作组 OK 那说到这儿 我就多说一句 工作组的名字 能干吗 可以 但是 工作组是应该干嘛的 其实没有太大的作用 它是因为干嘛 网人居网 我是说我们局域网内的这个共享 啊 啊 那只要搜索的话 它是不是就会先找到我们整个局域网内 网人居如果咱们是正常的访问 我是不是就可以找到所有的工作组 就是不就在这里 通过工作组进去 咱们只要叫一个工作组的名字 都在我这几个工作组里 但你随便改进工作组有关系吗 没有 它最多是不是在这儿可以看到两个工作组 啊 最多是不是就是看到两个工作组 能干吗 但是并不影响 明白 他说什么 明白 好吧 有没有用见 工作组我们简直说一下 好吧 工作组和域的区别 有没有用见 啊 各位 域还是很复杂的 真要讲域的话 最少需要 哪怕讲最基本的使用方法 也需要三天左右的时间才能讲清楚 基本上 所以 这个东西用处不大 我们现在又不说了 可以吗 好了 回来 这是说的工作组 工作组有了 我们看一下 那块这块是不是就是说的域了 这是不是就是我说的 一台用户 是不是可以管理其他所有的电脑 OK 得了 这个是安装 安装的话 我什么都没有加 我只是简单介绍了一下分类 也计 安装的话 是比较简单 图形化的 双击下一步下一步就可以了 可以 有没有不贵吧 好 我们现在的安装是啥 它不再是用了传统的Windows窗户模式来做 也就是蓝屏接电 而是啥 光盘或者U盘 进去之后设得有一个分PE系统 有吧 PE 讲话上Windows OK 其实PE是啥 我们的Windows是应该装在硬盘当中 是不是才能正常启动系统 那PE是啥 就是装在U盘 或者装在光盘里的一个简化的Windows 那么它是能够启动的 但是那个系统是在U盘上 它没有在硬盘上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通过它干嘛 格式化我的硬盘 对吧 修改硬盘参数 安装 是不是都可以 Windows在开心的情况下 是不能格式化C盘的 对吧 因为它认为 我是个武器正常启动了 但是 如果你能PE 它是不是没有从硬盘起 而是什么 从硬盘起 那是不是就不影响它的错误 听懂了 好了 所以现在Windows的硬盘是异常简单的 而且 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分确 分确这概念 我们是不是之前讲过了 对吧 所以没什么好说的 OK 有没有问题 很简单 装了吧 各位装上了吧 OK 好了 然后呢 我们来讲一下基本管理 各位来 基本管理的话 跟XP和2008差不多 所以我们就不一定非要去开 两天 二两天就拉了好吧 我下节课 我叫做课间的时候 我们稍微早点下课 我去找空灵盘 找空灵盘 好吧 好吧 各位 基本管理 各位 首先第一个 这是IP 没啥说了吧 啊 没啥说了吧 现在我想问你 IP和沿码的作用 有没有问题 啊 IP和沿码有没有问题 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 首先 IP是不是最起码要知道真的 其次是不是要知道什么是私有IP 然后呢 是不是沿码的基本算 然后让了解 通过沿码是不是可以用来化分网段 OK 然后呢 这些网关的作用 有没有问题 我说了它是什么 什么是网关 啥 默认路由 我说了吧 我是不是一直在说 网关是啥 默认路由吧 啊 那这是不是就是收集整个局域网 对外上的机械 也就是说 如果是我要跟局域网的一通信 我是不是自己能够处理 通过相关接触就处理了 但是要访问对外的网关 是不是要通过网关进行转发 然后是不是还要经过纳特地址转发 纳特还记得吗 纳特还记得吗 纳特干嘛 纳特干嘛 把私有地址转成外外地址 把外外地址转成私有地址 其实它不是转的 而是我说的 所以在原始地址上 是不是再包一层 然后把我的新的地址下进去 是不是相当于早 你们知道 好吧 当然 这个功能是不是都是入游戏的 这个功能 但是我们一般用在 这个 帮我完成 OK DS干嘛呢 把这边是不是还记得了 哥哥 我说了是不是得背一个DS 啊 最少是不是得背一个 说过这事吗 啊 你们要背了 我问你 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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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 要不要背 我不管你是啥 你要背吗 啊 不背怎么辦 不背怎么查 有人说不背没关系 百度啊 百度查也都沒辦法 可不可以 可以嗎 可以 才不一樣 為啥 你連DNS都沒有 你怎麼打開百度 我就問你 我問你 你能見我的說什麼 我現在一個DNS都沒有 我都識別百度這個域名了 能嗎 那怎麼辦 然後說發手機 手機現在的時候 雖然確實不需要用戶來拍 但是是什麼 是不是網通和電信的 你的工程師是不是在他的服務器段裡的配合 但我問你 歸根界也要配嗎 要嗎 要嗎 所以我說 你不管怎麼樣 你是不是最少在北京的DNS 不管你背誰的 OK 但是我推薦你背什麼 背這個 這是北京網通的一個傳統的DNS 這兩個傢伙和時間不差 相對來說比較難聽 它原理我們後來新出現的 有些什麼八六八和條八 其實現在也行 八六八那個是 或者六點六點六 四點四點四 這就是鼓勵做的 OK 然後這個都 但是這個東西都是新出的 我並不信 我建議你背這個 OK 聽好了嗎 有人會說 老師 我在上海 我背一個北京的DNS 我慢不慢 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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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 我要是我人不在北京 我用北京網通DNS 慢不慢 慢嗎 慢嗎 這還有啥響來的 人在那啥響了啥響來的 那你就怕了 慢還行啊 不敢說什麼 我說慢 肯定慢 那我怎麼辦 你這個大組大的 你這個大組大的 我都已經能有DNS了 我是不是就能打開百度嗎 然後我是在搜個上海裡 不就完了嗎 研究師說 管你在哪兒 你再越抽越行 你是個背一個就行 你們聽說我得說什麼 蛤 這種問題都不是我想過 都是我帶著班級的學員 問出來的其他問題 其實我說 這個東西不解釋一下 你還是會有問題 OK 那最少把背一個了 只用背一個就行 不用太多 知道嗎 哇塞 你能問出這種問題 但是只有一個人 你們對互聯網技術不熟悉 對吧 我只有一個DNS 就能打開百度嗎 對不對 我到時候想百度誰的 就百度誰的 就完了 對不對 好吧 二十五指 其實這招 要知道 我們上週 將近講了 三天到四天的 合適就講 這個東西 OK 有問題 好 各位 然後在這裡 都說了一句 我們之前是不是打開了這裡 沒錯吧 那如果選擇這裡呢 是不是最終獲取 最終獲取 最終獲取有的前面條件 是什麼 在局域網內是擔有DHCP服務器 也就是說 擔有人跟你分配 IP 你是不是才能獲取IP 好 各位 DHCP 別擔起 這種東西 我們在Windows當中 都會先打一點 查點服務 OK 然後是不是再來考慮 在音樂上課上課 能不能啊 好 有問題 ある程度 我在網站配 我從來 找到 你們 可以 有